另一位于天的女儿于怨琪 日前因为职场癌不幸病逝 享年39岁 她的灵堂在今天上午开放 包括艺人张飞还有白冰冰 都亲自前往灵堂吊宴 而于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她原本一直希望能够梦到女儿 无奈却都没能梦见 而令亚萍则是哀伤地透露 自己很想要再抱抱女儿 更是不断地哭喊 妈妈很想你 令人比喘 妈妈真的好想你 一想到再也无法拥抱宝贝女儿于怨起 天人永隔的痛 让为人母的李亚萍忍不住 痛哭失神 每天都想 我随时随地都想再看到她 我随时随地都想她再抱抱我 我在抱抱她 泪流不觉得李亚萍步入灵堂 还虚弱地差点跌倒 而于天的这段话 更让不少人都比酸 希望是看能不能梦到她 都根本没有 我睡前都还一直想 那你能有什么话来跟爸爸讲 我都没有 生日我包红包给她 然后我生日她包红包给我 然后我们两个后来都 想说不要这样包 然后就用送礼物的 回乡起二姐于怨起深情的好 让于湘泉一度哽咽 身为立委又身为艺人的于天 人脉横跨政治和演艺圈 原先总统蔡文 预计要在灵堂开放吊宴的第一天 请来致癌 但因为台南刷警案而更改时间 至于演艺圈内的重量级主持人 包括张飞和白彬彬 也都到场致癌 她还有子女还有孙子 未来我觉得老的责任 也没减少 小孩没在那孙子也可能要过 一直不断地这样辛苦地付出 也不是办法 要为自己想一下 有一个劝他们说 要不要到花莲来一起当邻居 就怕于天夫妇两人承受不住丧礼之痛 演艺圈内好友宋暖致哀 而于院起的追思会 也将在29号以音乐会的行事举行 完成她生前未完成的歌手梦 记者总到